大家好,今天我要和安妮老师一起来聊一聊一个话题,就是为什么我不推荐你来澳大利亚? 那安妮老师是什么时候来过澳大利亚的? 大家好,什么时候去过澳大利亚?我要想一想,应该有十多年以前了。 那个时候为什么会想到来澳大利亚呢? 那个时候我觉得我的澳大利亚的学生最多,所以我们常常会在一起聊天,他们会说关于澳大利亚的很好玩的地方,很有意思的事情,所以我想去澳大利亚旅行。 那你有很多澳大利亚的学生,然后他跟你讲了很多关于澳大利亚的事情,那你对那个时候,你对澳大利亚的印象是什么? 澳大利亚的印象,我觉得澳大利亚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国家,自然的风景是非常漂亮的,这个是我的印象。 然后第二个印象是,我觉得澳大利亚人的性格,就是我的朋友的性格,我觉得非常好,非常好,就是非常的直接,非常直接。 他们,比如他们喜欢什么,他们不喜欢什么,他们想说什么,一般我觉得他们会非常的直接,他们会直接告诉你。 这个是我的印象,很好,所以你当时对澳大利亚最大的印象有两个,一个就是风景很漂亮,然后第二个是澳大利亚人的性格很好。 对,人的性格很好,对,是非常的直接,对,是的。 好,那OK,那我觉得可能,如果我的中国朋友要来澳大利亚,一般来说,我说不要来不要来,对,然后呢,我不太推荐我的中国朋友来澳大利亚,然后我有很多很多的原因,那我来说说这个原因,然后安妮老师你看看,你同意不同意,OK? 好,好,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,因为我觉得澳大利亚是很多的中国人非常喜欢的这个国家,对,就是他们不管是去旅行还是去生活,澳大利亚都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,所以我很吃惊你说这个,所以我来听一听为什么你这样说。 对,我觉得在澳大利亚生活是非常非常完美的,我真的没有去过一个国家,就是让我觉得像澳大利亚这么舒服,对,我在澳大利亚真的是我人生最舒服,最开心,然后最放松的时间,嗯,然后。 是哪方面呢?就是比如天气候很好,还是工作压力很小,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呢? 所有的方面我都觉得有一个很好的平衡,第一个就是天气,天气是出了名的好,对不对? 对,澳大利亚,你对很多人想到澳大利亚就会觉得,啊,阳光,然后沙滩,然后天气好的话,你心情就好,然后因为天气很好,非常适合户外运动。 那澳大利亚,悉尼这边的人就很喜欢运动,去徒步啊,然后去冲浪啊,骑自行车,对,就是各种各样,嗯,或者什么都不做,就是躺在海边,嗯,然后躺在公园里,对,就是因为在澳大利亚天气好,所以就是可以去外边做各种各样的活动,然后这个就会让你觉得很开心, 然后我觉得如果有一个地方是,呃,大家都很喜欢运动的,那我觉得大家都会比较开心,嗯,是,是,我觉得这个天气对人的这个心情,嗯,影响很大,对,我觉得这个我完全,完全同意,对,完全同意,这个,我觉得北京,因为我住在北京,呃,我觉得这个是我喜欢北京的一个原因,对,当然北京有很多的方面我不喜欢,嗯,但是,呃,真的,北京的天气, 就是晴天非常多,不管冷还是热,呃,晴天非常多,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我最喜欢的一个方面,哦,你喜欢北京的天气,OK,那我就是,我住过北京,我在北京住了差不多两年,然后,我大部分的时间是在中国的福建, 然后我觉得在福建,然后我觉得在福建,我就是感觉很不舒服,北京我觉得会好一些,呃,但是,北京就是它没有给我很舒服的感觉,那我来澳大利亚,悉尼啊,悉尼啊,悉尼别的城市我不知道,我就是觉得悉尼就是特别适合我们生活,是真的很舒服,嗯,嗯,而且它,它的气温不会非常高,或者是非常低吗? 对,因为悉尼在海边,然后,如果很热,你也有海风,所以它没有很热很热的感觉,然后冬天也不会太冷太冷,冬天可能10度吧,10度我觉得是还可以的,就是两件衣服,不是很冷,嗯,对,是比较舒服的,这个真的,我很羡慕你,嗯,真的很舒服,我没有去过一个地方,就是像悉尼天气这么好,这么舒服,嗯, 嗯,好,嗯,OK,那,你说到了澳大利亚人的性格,嗯,这个我也同意,我觉得澳大利亚人就是可能因为天气好,然后就是大部分的人都是开心的,然后呢,大部分的人他们就是直接,然后他们很喜欢开玩笑,对不对? 嗯,对,这个是很幽默的,嗯,嗯,嗯,我的感觉就是他不在乎,嗯,就是所有的事情都不在乎,对,就是, 无所谓,嗯,就是在澳大利亚你碰到一个陌生人,你就是会觉得陌生人他就是很放松的,他也会和你开玩笑,对,他会和你聊上两句,嗯,对,我觉得我也总体来说,我喜欢澳大利亚人的性格,就是他没有太热情,但是他也没有特别,他不会冷漠,就是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,就是,嗯,很舒服的,平衡,嗯,那我来说说,为什么, 我觉得不要来澳大利亚旅游,第一个,嗯,哦,是旅游吗,是旅游,住在那可以,对吗,OK,住在这儿,嗯,太完美,对,但是为什么不要来澳大利亚旅游呢,第一点就是,澳大利亚真的太贵了,嗯, 如果你们有钱,欢迎你来澳大利亚,但是如果你们没有太多的钱,我觉得可能会有更,更好的选择,嗯,更高的性价比的地方,所以澳大利亚的性价比比较低一点,是吗,嗯,我觉得澳大利亚的东西真的很贵, 对,就是我觉得在澳大利亚没有便宜的东西,嗯,没有便宜的选择,你去超市,有钱人,穷人,都去一样的超市,就是没有便宜的,大部分的东西都是很贵的,嗯,物价高,然后工资也比较高, 那我觉得可能你会觉得大部分的人都差不多,就是我第一年,第二年,我在澳大利亚,我觉得,啊,大部分的人都差不多,大部分的人都是穷人,哈哈,然后呢,然后我现在在这里,第六年,第七年,然后我认识了越来越多有钱的人,嗯,然后我发现,不是大部分的人都是穷人,是因为我不认识有钱的人,哈哈,对,然后我有一个,我有一个问题, 你刚才说的,就是澳大利亚的物价是非常非常贵的,嗯,我的问题是,因为我知道,比如像很多的国家,嗯,他们需要进口,他们需要进口很多的东西,比如像水果呀,嗯,面呀,嗯,这个米,嗯,那,就是澳大利亚,它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国家,所以我在想,我说,嗯,他们应该会有,就是自己的,就是,比如像很多的东西,他们会自己生产,嗯,他们会,还是会, 进口很多的东西吗,这是物价很贵的一个原因吗,这个问题非常好,在澳大利亚,本地的东西更贵,因为澳大利亚,他们从小,就是,接受到一个这样的教育,我们要支持澳大利亚的东西,嗯,在,在澳大利亚,如果有一个小生意,有一个小饭店,我们要支持它,我们不要支持大的公司,大的公司都是很坏的,很邪恶的, 嗯,对,所以,在澳大利亚,其实,进口的东西更便宜,对,如果我去亚洲的超市,我觉得更便宜,嗯,但是,在澳大利亚,所有的东西很贵,是因为所有人的工资都比较高,这个是第一点,就是,我觉得澳大利亚太贵了,然后呢,嗯,嗯,如果你有很多钱,那,没有问题,如果你没有很多钱,我觉得可以去别的国家,嗯, 是,我,我同意,有的时候我会,我想一想,如果去澳大利亚旅行的话,我会考虑这个钱,应该是,就是,这个,旅行的费用,应该是非常高的,嗯,真的,好,那,第二点,就是,自然风光,我觉得,其实我在澳大利亚,就是,我真的觉得澳大利亚的风景,它没有让我觉得是,瑞士那样的风景,我觉得瑞士的风景是,哇哦, 太漂亮了,但是我觉得在澳大利亚,我没有这种感觉,嗯,特别让你震撼的,没有,我觉得没有,真的没有,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在澳大利亚很长时间,嗯,澳大利亚的海是很漂亮,但是我就是觉得,如果你要看海,那你可以去泰国,你可以去便宜的国家,对,但是在澳大利亚你看什么,我觉得如果你要看风景,你应该去瑞士,甚至是,呃, 新西兰,新西兰也很漂亮,但是如果你看,哦,你比一比澳大利亚和新西兰,我觉得新西兰更漂亮,嗯,呃,有一次我问一个澳大利亚人,我说,呃,如果有一个人要来澳大利亚,你给他推荐一个地方,你觉得他应该去哪里,然后他说,哦,你可以去乌鲁鲁,你用你的手机看一下乌鲁鲁, OK,对,然后我真的觉得这个有什么好看的,我不明白,嗯,就是他的风景不是说不好看,但是我是觉得你花那么多的钱,然后来看,我就觉得,嗯,我看到,对,你觉得乌鲁鲁鲁看起来怎么样,我觉得,我是觉得漂亮,你是想要就是花很多钱来看一下的吗, 我觉得如果是一个星期或者是十天的假期,我不会选择澳大利亚,嗯,对,但是有一个,有一句话很有名,就是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,因为你已经住在那儿那么久了,我觉得可能也会有一些影响,可能其他的地方会更吸引你,对,然后第三个原因啊,就是,澳大利亚是一个说英语的国家, 然后呢,他也是一个比较新的国家,就是,说英语的国家,他们是什么样的,我觉得很多东西是可以想象的,对,就是我,我现在不会特别想去英国,或者说美国,或者加拿大,因为他们的文化,我大概可以想象是什么样的,嗯,嗯,那我觉得如果我要去旅游,我是想要去看不一样的文化,对不对,那你来澳大利亚,你看什么, 我觉得你可以看澳大利亚人的生活方式,嗯,对,然后在澳大利亚,他也是一个移民国家,所以他有很多很多的移民,嗯,所以他就是,你可以看到很多国家的东西,但是澳大利亚自己的东西是什么,就是很难看到, 我有一个问题,就是,呃,就是,那,他是一个移民国家,所以你觉得这个国家,他的,对于不同国家,不同的文化的包容性,是怎么样的,就是,他会很容易接受新的文化吗? 然后,第二个就是,哪一个国家,移民到澳大利亚的人是最多的,嗯,好,这个问题真的很好,我先回答第二个问题,移民到澳大利亚人最多的,我记得,嗯,但是我不确定有没有变化,以前应该是英国,因为文化太接近了, 然后英国人来,以前可能也更容易,然后呢,英国人,就是,他们更喜欢澳大利亚的天气嘛,所以以前应该是英国,现在我不知道有没有变化,嗯,澳大利亚是不是一个很包容的国家呢? 这个真的很难说,就是,他是一个移民的国家,嗯,所以你,你习惯了,你在路上,你可以看到各种各样不一样的人,对,那, 本地人,就是,接受不接受这些外来的人,其实我觉得真的很难说,就是,每个人是不一样的,我的感觉就是,澳大利亚人是接受新的东西,因为他习惯了有很多新的文化,但是,我觉得他们对新的文化,嗯,并没有很深的了解,我没有觉得哪一个国家是很欢迎外来的人,在中文有一个很好的比喻,就是,一辆车,一辆巴士, 上面有很多人,然后你上去了,然后你就会对车下的人说,哎呀,太多人了,不要上来,对不对,就是你上来了,你就会觉得别人不要上来,对,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,这个其实也是,嗯,在澳大利亚,我会觉得有一些老的移民,他们自己也是移民,但是他们不喜欢新的移民,我就会觉得,嗯,这是,三个,三个原因, 你还有更多的原因吗,就是不要去澳大利亚旅游的吗,嗯,澳大利亚好远啊,什么国家来都好远,都很远, 对,如果你来澳大利亚,就是,你只能来一个国家,对不对,但是如果你坐飞机十个小时,你可以去亚洲,在亚洲你可以去很多很多个国家,在澳大利亚,你只有一个国家,然后呢,你去每个地方,我觉得也差不多,所以,所以我觉得就是,太远,太贵, 对,然后风景没有很震撼,呃,然后就是,它是英语国家,文化上,我觉得没有很特别的,对,所以我觉得,总的来说,我不推荐大家来澳大利亚,但是,我,我很爱澳大利亚,因为我住在这里,我很舒服,我觉得,如果你有很多钱,当然是可以来的,嗯,如果你想来体验澳大利亚的生活,我觉得是可以的,对,就是,有的国家就是, 去旅游很好,哦,去日本旅游,我也觉得特别舒服,但是,我不太想住在日本,嗯,我觉得我更喜欢住在澳大利亚,嗯,明白,所以,这个一个地方,你选择是旅行,还是生活,这是不一样的决定,你要看很多很多的方面,好,对,这个就是我觉得,为什么我不推荐你来澳大利亚旅游,的几个原因,那你们呢,你们觉得,呃,你们, 我们的国家,你觉得适合居住,还是旅游,你可以留言告诉我们,然后呢,请大家去关注Story Learning with Annie,对,去关注她的频道,嗯,谢谢大家,好,那我们下一次见,OK,再见,拜拜,拜拜,拜拜, 你想看更多视频吗?那你快去我的网站,LazyChinese.com 在那里,我做了更多的视频,从零基础一直到高级,在零基础的视频里,我不教你拼音,不教你语法, 我会告诉你一个很简单,很短的故事,我会用非常高频的词汇,来告诉你很多很多有意思的故事,如果你不认识汉字,我也给你准备了汉字课,我会告诉你汉字背后的故事,我也会用汉字告诉你一个 很短,很简单的故事,我的视频内容非常多元,各种各样的故事都有,如果你喜欢看中国经典的故事,我做了非常非常多,如果你喜欢看食物的视频,我也做了很多很多,因为我是中国人,我非常喜欢吃各种各样的东西, 如果你想听我的个人故事,我也做了很多很多的视频,现在我还邀请了风格不一样的老师,对,还会有更多的老师加入Lazy Chinese,我们也会在网站里加入更多的功能,这样让你的中文学习更方便,更有效,好, 所以欢迎你去访问我的网站